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Fi-Chen 拍攝一期9月25日 今星期日我連忙出席很多個活動 早上先去了香港海原大把工勝利100周年紀念大會 跟我們海原公會的前輩進行見面和交流 昨天出席了一個青年講座去分享 我也獲益良多 因為直上也有不少青年朋友舉手發問 問到可以怎樣了解多些 令自己豐富自己的愛國情懷 可以怎樣去參政議政 我覺得了解國家來之不易的驕人成績 最好去內地多看多聽聽 親身感受一下我們祖國的成就 不要偏聽偏看形成偏見 而現在如果不方便去內地走走的話 歡迎大家坐下來看Youtube 了解一下以下我想跟大家說說的工聯會歷史 既可以了解到我們國家的歷史進程 又可以了解到我們公運的歷史 令大家可以形成一股信念 加入我們工聯會參政 今天我出席香港海原大把工勝利100周年紀念大會 有幸得到一個非常寶貴的紀念品 記載了很多故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告訴我 留言說一說 我也會和大家續一分享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大罷工的背景資料 1922年1月12日為了反剝削、反壓迫、反歧視 爭取華人海原合理的工資待遇 我們香港海原工會的前身 中華海原工業聯合總會發動和領導了 正經中外的香港海原大罷工 當時我們香港的英資公司分別是渣瘋和太鼓等等 這些英資公司嚴重剝削華人海原 華人海原的人工同工不同酬 和洋人海原相比只是五分之一 甚至少至十分之一都有 雖然當時面對港英政府的高壓管制 我們香港的公運也是剛剛處於一個起步階段 但大罷工的反響非常強烈 得到海原以至全港各行各業 全國各地工人華僑和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 同年3月8日 這場持續56日的反帝反殖工人運動 最終得到龐大的勝利 這張是香港海原和市民普天同慶 慶祝罷工勝利的照片 這次的勝利同時都吹響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好角 香港海原大罷工是工運史上規模之大 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 已經很難再有罷工可以相提並論 也為我們現代中華民族奮鬥史書寫動人的篇章 所以只有背棄祖宗的黃人 只會當西人神拜 因為當時同工不同酬 這麼不公平 不對等的待遇都有 所以黃人只會當西人神拜 更加當英雷王是祖母 感謝英雷王象徵的英國帝國主義 如今我們重溫這段光輝歷史 前輩們愛國正義、拼搏和團結的精神 激勵我們後輩繼續向前的動力 隨著時間的沉澱 香港海原大罷工在中國工運史、中華民族解放史 以至世界工運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大罷工體現了華人海原的愛國情懷 以至團結精神、捍衛勞動和民族尊嚴的決心 亦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氣焰 當時我們海原工會的前輩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如何是受盡打擊 既是軟打擊 有威逼利誘、花言巧語 亦有硬打擊 是一些無力的對待 直接封閉了工會 有軍警去鎮壓、搜捕工會的負責人 這些如此卑劣的行為 不單止沒有令我們的罷工退卻 我們的工會前輩 更堅定地冒著生命的危險 有理有知 鬥爭到底 只取得勝利 雖然過了一百年的歷史 但我們都要知史名鑑 大罷工的勝利 不單改善華人海原的待遇 達成家人工的訴求 亦令其他行業的華人工友 亦令其他行業的華人工友 有對等的待遇 而且亦鼓勵了上海工人 成立現代工會 之後蔓延全中國 大罷工的勝利 推動著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壯大 是我們中國近現代第一個工運高潮 最初受到世界工人運動的浪潮和內地工人運動的發展形勢影響 之後的勝利奠定了內地工人運動的信心 累積了寶貴的實戰經驗 在內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 也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 藉著這個契機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 亦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的組織 也成立了後援會 為工友作出支援 而海外的工人和華僑也紛紛捐款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持罷工 大罷工也因此而牽動了全世界 除了對歷史的影響 也對我們工運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 而海原大罷工的鬥爭和實戰經驗 亦對後來的省港大罷工提供了寶貴經驗 總括來說 香港海原大罷工為我們現代中國革命提供了人才儲備 以及思想理論的基礎 大罷工的勝利也推動著中國革命進程 這次工人運動得到孫中山先生的支持 又致電慰問 派員去協商和籌務經費 同時孫中山先生也因此罷工勝利 看得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促使他民生聯貢和輔助農工階層的思想 亦為後來的國共合作奠定基礎 以史為鑑 開創未來 如今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而中國共產黨將會召開二十大 我們在紀念歷史的同時也在創造歷史 希望有大家一起團結奮進 才不辜負我們的海原前輩 希望為我們的海原前輩 致意最崇高的敬意 海內外所有支持公運事業的人士 都表達衷心的感謝 大家了解這段歷史 就會明白祖國有今天的成就 是靠我們上幾輩人的艱苦奮鬥 只令我們生於這個時代 不用再養人鼻息 令我們可以平視世界 我覺得很無說服力 又是很多人跟林太合影 但影也沒有 不單是影片 甚至照片也沒有 可能林太合影的街坊朋友 正正是拿著機的網民 趕著去拍照 所以沒有錄影 唯有這樣解釋 而我有另一個疑問 影片和資料所見 就看到林鄭這次 不是去上一次買菜的灣仔街市 而是去粉嶺長華街市 我不是買菜專家 但偶爾會陪媽媽去買菜 我們普遍的做法 就是去同一區的街市買菜 因為買熟了 但林太果然跟我們一般市民 一般平民很不同 跨區去買菜 終於由港島跨到新界北 跨到非常誇張 跟我們平民的思維很不同 令人覺得 出鏡做show多於買菜 古語有云 醉翁之意不再走 行街市之意不再買菜 當然啦 又可以大膽假設一下 林太跟我們一般平民很不同 可能有兩間屋 一間在港島 一間在粉嶺 所以在港島住的時候 就去逛逛灣仔街市 在粉嶺住的時候 就去逛逛逛長華街市 林太多年高官 高生厚禄 不會買不到兩層樓 也不是不行 不過再來 有保鏢有司機 不會沒有工人吧 要不要自己去買菜 我真的非常貫徹 林太喜歡微光燈 喜歡鬥氣的作風 這次有網民留言 很多人跟她合照 像是想讓大家覺得她是受市民愛戴 大家很捨不得她 為上一次在灣仔街市 沒有被應出來 平反一下 我發現原來林太太 這麼喜歡下區 我想問她在任的時候 又不下 我真的希望 祝福一下林太 她這次的行程曝光 似乎她18區的街市 也有機會會循環 希望她繼續安全 喜歡微光燈 活動 我覺得不妨可以積極一點 但林太太很奇怪 活動的時候不致辭 但買菜很努力 50萬月租租前特首辦公室 不會連發言稿都沒有人寫 不會只懂得做街市公關 早前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 主辦了一個回歸25週年 香港珍藏大展 三任前特首Donald Zung CY梁振英和林太太也有出席 也是林鄭卸任後 第一次出席的公開活動 但她在典禮內沒有支持 活動之後 她也沒有回應傳媒提問 離開了 有得高調 林太太就來低調 但買菜這麼家常的事 反而來高調 非常奇怪 算不算是另類鬥氣呢? 其實有什麼好鬥 正常一點是不行的 鬥贏了又怎樣呢? 說到鬥 商場上去到哪都要贏到哪的李首富 就一上敗仗了 今年7月份 深陷債務危機的恆大集團 標售他在總部大樓中國恆大中心 吸引了香港首富李嘉誠去投標 我這條影片也有跟大家說 說李嘉誠怎樣想趁機 在低價上去及立 而中國恆大集團 在香港的總部大樓中國恆大中心 近日被債權人接管 令恆大集團的創辦人 董事局主席許家印出售資產套現大計失敗 亦同時令李嘉誠的收購炒底計劃落空 這個大樓在9月6日被債權人中信銀行 旗下的中信銀行國際 委任接管人去接管 中國財新網9月13日都有報道 從中國恆大旗下持有香港中國恆大中心項目公司 Pioneer Time Investment Limited 叫Pioneer Time 向香港公司註冊署遞交了一份 委任接管人或經理人通知書 中信銀行管理層人員簽署作實 委任了安賣企業諮詢公司 報道還說中國恆大中心被中信銀行國際接管 基於2020年11月26日Pioneer Time作為抵押 以香港中國恆大中心作為抵押 向中信銀行國際貸款融資 根據香港公司註冊署在2020年12月4日的一份文書顯示 有關抵押貸款涉及金額是76億港元 借款人是恆大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天璣控股 中國恆大早前曾以競標的形式 將中國恆大中心放在貨架上賣 估值大約90億港元 根據《香港經濟日報》的報道 標價吸引了香港首富李嘉誠家族旗下的詳實集團投標 當時業界將李嘉誠的競投稱之為炒底或檢留 但從目前情況來看 隨著中國恆大中心被債權人接管 李嘉誠的炒底收購計劃落空 根據資料李嘉誠想賣的恆大中心的接管人 中信銀行其實是國企 中信集團是國務院直屬的央企 2011年中國中信集團公司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 改名為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 簡稱是中信集團 中信集團在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下 由榮毅人在1979年創辦 所以超人應該輸得心服口服 總有些超人是無法超人 國家為大 沒有國家又怎會有企業呢 所以也希望漢奸們也放棄 除非漢奸們覺得他們比超人厲害 已經解散的賢學施政前召集人王逸戰 聯同前秘書長和前發言人被指擺街站煽動大眾揭桿而起 其中三名人士還押至今 四人在早前承認一項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昨天9月24日在區域法院作出求情 王逸戰在求情信中說對他父母的罪行直應不為 他很明白自己用了錯誤的方式去表達對這片土地的愛 所以他心感後悔 亦甘願承擔刑責 但事實是怎樣 事實是控方也有質疑王逸戰 因為他近期在社交媒體上讚寫鐵文 就說他是無悔 很明顯跟求情信不符 辯方解釋王逸戰在社交平台寫下的鐵文 都只是抒發一下他還押一年的感受 是沒有意思 想號召其他人去抗爭 但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也有質疑 但幸好法官不受辯方王逸戰這一套 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質疑 王逸戰在鐵文上寫到要一起昂首 走那未完的路 這句是呼籲小王人要行動 所以就叫辯方是否要考慮傳召王逸戰作供 究竟說一下事情是怎樣的 是否真是這樣的意思 看到王逸戰真的當大家傻 在法庭對法官說一套 上網對王人又說另一套 辯方押後大約半小時後 索取了指示 他確認有關的鐵文是被告人的意思 也就是出自王逸戰的手筆 也解釋對判決結果雖然是沒有期盼 但亦無怨無悔 這句的意思是王逸戰明白監禁是唯一的選項 只是沒有期盼會獲得非監禁式的刑罰 無怨無悔又是甚麼意思 辯方律師就解釋 說是不會埋怨的意思 不會埋怨其他人激發他或誤導他 令他犯案的意思 而無悔就不是無悔意 而是王逸戰在橫押這一年來 是沒有初陀到歲月 沒有浪費時間 好好利用這段時間去反省和修煉自己 讀書學習 所以他就無悔 這樣也可以 辯方說 王逸戰希望香港可以變得更好 不希望城市走下坡 所以到最後提到 一起昂首走難未完的路 這意思不是呼籲別人繼續犯案 只是希望以一己的力量建設好香港 成為建設派 各位見國官質疑 辯方只是抽取文中幾段解釋 應該要從整體整個帖文的上文下理解讀 辯方重申王逸戰沒有號召其他人以以前的方法抗爭的意思 而文章只是一個年輕人還押一年的感情書法 沒有法律意見下寫的文字 他承認沒有周全的考慮 但亦希望可以採納早前求情的信 希望可以獲得減刑 辯方說 若然王逸戰知道有關的文章 會麻煩法官考慮他的悔意 究竟是否真誠的話 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但一切都太遲了 國官就說 相信不只是這樣 但已經太遲了 因為國官就說 他相信有關的鐵文 不只是寫感想那麼簡單 國官就說 文章最後寫著 好好呼吸、好好思考、好好活著 繼續責言固執 一起揚手走難未完的路 正正叫人去行動 國官還說 如果說走難未完的路 是為了香港努力去建設的話 相信過往黑暴的事件當中 人人都說自己想香港變得好 這也是一個求情的理由嗎 控方就說 社交媒體的文章 比起求情信更加遲發出 所以重新需要按整體內容去判斷 究竟王日戰是什麼意思 國官就叫辯方 考慮被告是否需要出庭去作公 作出解釋 去接受控方的盤問 辯方當然在這個時候拒絕 越描越黑 但他就說會再索取指示 辯方也繼續求情 真的可以看到他跟他的Client一樣 都不要面 求情其實也是為了減刑 認罪之後就可以獲扣減三分一的刑期 這位黑暴分子的求情 求得這麼隨便 希望國官不只發現他的求情有問題 也不會讓他減刑 因為根本 王日戰心底裡不是認罪 我認為絕對要考慮要不要加刑 因為也要參考背景資料 這個港獨組織在前年12月聲稱被國安處警告過 當時他更加舉行記者會公告事件 他還說他不會退 所以這些人必須要嚴懲 去到去年6月4日 王日戰再次在街站被捕 在612的前夕 也就是6月11日 王日戰和他的發言人被指 涉及宣傳或公佈未經批准集結 又或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所以被捕 之後這個港獨組織取消了有關街站 但也不是完結 根本不知悔改 因為他們取消了用港獨組織的名義去辦街站 改以個人身份 在6月12日站出來 全程警方都有記錄 去到去年7月1日 這個港獨組織賢學施政 在旺角街站派單章 寫著身土不義 堅守此誠 可以見到勸也勸過 但也不改 不嚴懲又怎可以 放過或者輕判這些黑暴分子 就是對我們自己殘忍 近日網上流傳這張黑暴的海報 寫著2022年10月1日 星期六四點鐘 曼徹斯特有反中國共產黨遊行 還說到和勇不分 我們可以放長雙眼看看 他們這些無用的勇武派又如何 在10月1日勇武起來打爛英國 可以見到黑暴分子又號召上街了 的確那群移居到英國的小黃人 都不時搞事 雖然這張是網上流傳的海報 但也有它的可信性 因為一群移居黃人 在去年10月1日也有搞事 可以說明我們被這群黃人走 他們也會繼續搞我們 黑暴在呼籲全球華人 在10月1日要行動 有機會影響到香港的合暴分子 我們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今天在郵線節目中說明 情報顯示我們香港沒有成為恐襲的目標 但近年也發生了不少涉及槍鞋的案件 所以會加強情報的搜集和承諾 至於在11國慶會否批准遊行示威 一哥說他會視乎風險評估 以往的國慶日寫文年都會遊行示威 我認為今次因為外部勢力都趁機 我非常支持和強烈建議一哥 不批准11國慶的遊行示威 因為可以見到風險都比較大 因為國際上黑暴也有機會在11國慶 在世界各地有聯合行動 外部勢力仍然蠢蠢欲動 以大漢奸黃丹為例 日本政府即將會在9月27日舉辦 已故首相安倍晉三國狀 各國都有派代表出席 而漢奸黃丹早前在社交平台說到 我們國家派出全國政協副主席曼剛 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安倍晉三國狀 非常刻意的安排 說明中日關係已經在破裂 黃丹的意思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曼剛 陳給低 說他是一個邊緣人 一個工具人 黃丹還說 中國針對出席安倍晉三的政要 有這樣的安排非常刻意 擺明對安倍晉三的不滿 亦對日本支持台灣的不滿 黃丹還說 這樣羞辱日本 中日關係幾近破裂 黃丹不愧為漢奸 都要趁機挑釁一下中日關係 其實全國政協副主席已經是副國級 很高級 黃丹這個高級漢奸 為何這樣也不知道 擺明是抹黑的 而且黃丹為何不說 美國也是派副總統賀錦麗去參加 是不是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幾近破裂 是不是拜登擺明表達對安倍晉三的不滿 本身層級就是這樣 美國也是派副的去 而且英國在宣布9月19日為英女王舉行國狀之後 美國總統拜登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國家的元首 都相繼表明會出席 而安倍晉三的國狀 雖然有印度總理莫迪 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等等參加 但在說西方國家G7領袖 當中只有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說明了什麼呢 相比英女王國狀 各國出席的領導人和政要的數量規模 很明顯比安倍晉三的國狀高規格得多 可以看到安倍就像一等 其實都源於日本自己搞差自己的國狀 安倍的國狀本身充滿爭議 安倍在他過世後 有大約260個國家和地區機構發來調宴信 令到日本政府認為 會有很多國家元首都會去日本 所以搞了一個國狀出來 但是日本首相官邸的消息人士抱怨 就說 若然在7月內閣會議 決定立即舉辦國狀的話 而不是拖到9月月底 也不會引來日本國內這麼多的批評聲音 也不用跟相隔一個星期的英雷王國狀 比較起來 真是人比人比死人 而且Y2K也有跟大家說 日本國內有幾個不支持安倍晉三的國狀 富士新聞網在9月20日公布最新的民調 顯示有超過六成的民眾反對為安倍舉辦國狀 借三成一的人士贊成 為什麼黃丹又不說這些數據呢 還有一點補充 就是安倍晉三國狀的不受歡迎程度 相信會繼續升 因為BBC也有引述報道 問到為什麼安倍晉三國狀要花的錢 比英雷王國狀還要多 批評安倍國狀花費巨大 浪費納稅人的錢 安倍晉三是日本戰後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但他的國狀充滿爭議 根據BBC的報道 日本政府先前公布安倍晉三國狀費用 估算是高達16.6億日元 其中包括8億日元的維穩費 希望可以維持很安全 看見安倍也是不安全的離世 所以要花多一點費用 還有6億日元就花在接待外國貴賓的費用 但現在錢花了 外國又是小貴賓 那怎麼辦呢 相信安倍晉三國狀實質的費用 都比預算還要高 甚至有可能會去到40億日元 因為東京奧運最終都花了130億美元 即是原先預算的兩倍 能不能從日本做預算做得那麼差 推算得到 安倍晉三國狀分分鐘都比估算貴很多 近來剛剛落幕的英女王國狀 同時間被人拿出來比較 雖然英女王國狀實質的費用未公開 但日媒周刊Flash引述到英媒每日鏡報道 就說有關的費用 估計花了800萬英鎊 即是大約13億日元 我們看到安倍也說是用了16億日元 我們看到英國和日本兩國國狀的費用差異 再加上安倍晉三國狀 雖然花的錢多了 但規格又低了 令到很多網友會認為日本有點古怪 為什麼會花那麼多錢 是不是政府敗家呢 而有很多網民認為是因為日本僱用了外包商的緣故 而且因為日本的消費物價指數創了31年來的新高 更有機會刺激了通脹令到費用上升 同時也令到很多民眾認為 與其舉人一次16.6億日元的國狀 不如拿錢來支援國民的生活更好 我們看到連日本國內也不太支持安倍晉三國狀 黃丹有什麼要求中國要全力支持呢 大家說黃丹是否夠奇怪呢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華博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惡美同攬測派是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進入影片 惡意攻擊 意圖令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還未訂閱我 陳永恩Joph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永恩Joph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see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